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把结婚时的彩礼还给我 反正你也没生孩子 你说的 如果我把彩礼还给你 你就愿意离婚 你 结婚两年 我提出了离婚 一开始前夫以为我是在闹脾气 直到我把彩礼十万打入了他的账户 他才相信我是真的要离婚 甚至不惜拿出所有的积蓄 甚至是借钱来离这个婚 签字的大天 前夫的脸色萎靡 但终究还是签了字 从民政局出来 他第一次问我 为什么 我迎着风 眯了眯眼睛 回到 因为我不想再当免费的工具人了 他大概还想再问 我却无意地再去解释 很多事情不是别人不说 就能当作看不见的 既然婚离了 我也不愿意再翻陈年旧账 但显然他不是这样认为的 追着我不依不饶地说道 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我们让你做什么了 不就是偶尔保护我姐带带娃 怎么就是工具人了 我不怒返笑地盯着他 反问道 既然你觉得没什么 怎么我一说工具人 你就想到你姐了 在那个家里 我极少抱怨 想着都是一家人 能帮的就帮了 他姐姐我的前大姑 两个夫妻都在工厂上班 下班比较晚 就拜托我去接孩子 我单位离幼儿园近 并且准时准点下班 也就是顺带的事情 就硬下来了 那孩子也是轻松可爱 我心里也是真的喜欢 接回家以后 我还拿着零食水果给他 要是完了 就干脆留他吃饭 只是没有想到留着留着 这孩子就真的成了我的活了 有时候他们周末加班 都是我们小两口带着 起初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 毕竟孩子嘛 没人陪也是怪可怜的 直到今年的三月份 市里出现了疫情 大姑又一次拜托我去接孩子 单位上班虽然轻松 但也不是随时都能请假的 于时我试探地问了一句 我这里走不开 要不你先问问小天 他没时间我就去 小天就是我的前夫 自己做了个摄影工作室 世界上比较自由 谁知大姑子慌了 连忙地说道 别让小天去 确诊的那个人是我们的同事 不过他是回了老家才发现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一下子愣住了 什么叫应该没什么问题 既然没有问题 为什么小天去不得 偏偏我就可以啊 见我没了声音 那头又急忙地解释道 小天自己做事 万一被隔离了 连房租水电人工 开销太大了 我也是为你们着想 晚上就让他去我妈那儿 哦行 想到这儿我心里更恨了 对着前夫嚷道 带带娃怎么了 你明明知道自己可能是密接 还让我去接孩子 让你去你妈那儿待着 怎么了 我的命就不是命了 都说人心换人心 我的心都被狗吃了 人家就觉得你是免费使唤的保姆 那不是没事吗 你也没事 你要是不想去你就直说呗 我自己可以去 说得倒轻巧 我要是让你去了 你姐你爸妈指不定怎么说我呢 这家人没一个东西 看着我好说话就一直压榨我 欺负我 一旦我开始反抗 人家倒是委屈起来了 曲默默 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 就当这事是我们不对 也不至于就要闹离婚吧 不对就是不对 什么叫当作 周小天你好好想想 嫁给你这两年 我活成了你们家的一个奴隶 我告诉你 今天就是我这两年最快活的一天 前夫对我可能还有点感情 听我声泪俱下的控诉 一下子愣住了 就在我以为他会忏悔时 他竟气愤地反问道 难道我们家就没有什么让你留恋的了 毕竟大家都很喜欢你 他们都劝我把你追回去 哼 我气得是仰天长叹 心口堵得厉害 谁家有个免费保姆不喜欢啊 这下免费的不干了 都得他们自己动手了 有点失落那不是很正常吗 周小天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还记得你们家为了皮皮骂我的那个事吗 说起这个事啊 都是我自作自受 皮皮就是我前大姑的儿子 总是让我带 一来二去的 我对她也是真心实意 不仅自掏药包给她买吃的 还在她妈的左倾右倾下 成了她免费的家庭教师 你姐当时说的挺好听的啊 什么就当是你自己的孩子 该打打该骂骂 如果你侄子回去说了两句假话 立即就不干了 皮皮的那个孩子啊 长得是可爱 就是坐不住 这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 拼音十字啊 都得提前接触 可这孩子实在是太皮得很了 皮皮啊 这几个字母学了半个月 下周一过来再不会 我可要揍你了 这不过是句玩笑话 说的时候周小天也在身边 还跟着说了一句 对啊 小心舅妈舅舅一起揍哦 谁知道就这么一句玩笑话 给我妈前大姑说成了威胁 打骂教育 她说皮皮回家就不高兴 星期天那晚上 直接就在家里啊 哭得是稀里哗啦的 说我要是不会啊 舅妈会打我的 姐啊 我真的没有 我正想解释 前大姑有些激动的 直接就打断了我的话 说道 她说你会打她的脸 这孩子这么小 做教育不是这样做的 不能靠打骂 说着 人家还心疼到哽咽了 我按下了心中的委屈 尽量的镇定的解释道 我从来都没有打过皮皮 说要揍她 也不过就是一句玩笑话 当时小天也在 小孩子是不会说谎的 她肯定是受委屈了 自那儿以后 前大姑再也没有让我帮忙 接过皮皮 我也是乐得清闲 不过偶尔想起来 还是觉得心里扎了根刺 我也给姐姐解释过了 她也表示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你为什么总是要 提一次 两次 三次 对 这件事在我这儿 就是过不去了 我大声地嚷出来 像个疯子一样 此刻 我再也不想顾及 什么面子 礼子 只想为自己争口气 明明我是在帮忙 我没有让她感激 但冤枉就是不对 连你妈也帮着他们 那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许久都没有再碰面 直到婆婆的六十岁大寿 作为女儿和儿媳 我们总得出席的 再去的路上 我就开始给自己鼓气 心想为了婆婆 也让气氛看起来融洽一点 可人家一家人 可不是这么想的 进去家门以后 皮皮连忙 就躲进了外婆的怀里 大眼睛啊 鼓溜溜地打着转 看起来 好不可怜 前婆婆 爱恋地拍打着 她的小外孙 边拍 还边安抚道 不怕不怕啊 有外婆在 谁都不敢欺负你 那一刻 若不是周一天 死死地 拽住了我的手 我一定会 转头就走 可最终 我还是留下来了 饭桌上他们一家人 其乐融融 我低着头吃饭 沉默不语 只希望他们的聚会 能够早点结束 我也好早点回家 就在这时 好事的前大姨问了句 天家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有孩子啊 孩子的这个事情 本来是有计划今年要 可自从上次的事情 发生以后 我心里始终不舒坦 就把这档子事 给搁置了 正想着怎么回 前大姑反而先说话了 大姨啊 你就别问了 现在的年轻女孩子 都不一定喜欢孩子 生了胖 也是不知道怎么带 姐 木木是研究生 怎么可能带不好孩子 周小天跟他姐隔了七岁 怂的就跟他儿子似的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 他顶撞他姐 心里还是有点小开心的 啪 前大姑把筷子啊 往桌子上一拍 指着前夫的鼻子骂道 学会护媳妇了 你别忘了 当初要不是为了你 我至于那么早就辍学吗 这点沉芝麻烂骨子的事啊 说了又说 从我跟周小天恋爱的时候 就总听他提 后来嫁进了门 每次聚会啊 又必得提上一回 人家家人是怕婆婆 我家人是怕大姑子 这都是什么事呀 见大姑子发了脾气 亲朋好友都纷纷的来安慰 倒显得我们前夫妻俩 里外不是人 回去的路上 我忍不住问小天 姐他高中成绩好吗 听说前大姑是戳二戳的学 那个时候他弟还在读小学 家里虽然不富裕 倒也不至于穷的 要女儿去打工才是呀 嗯 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我笑了笑 说了句没什么 想起这些乱七糟糟的事啊 我就心梗 想着婚也离了 还是别再纠结了 就想推开周小天 却没想到 他一把把我拉住 他眼睛痛红 看着我说道 我知道我姐那个人有点强势 可他毕竟 可他毕竟是为了你 才没读书 这些话呀 我听的耳朵都生茧子了 索性就一并帮他说了 不过他辍学并不是因为你生病 而是去深圳找他男朋友去了 不然你以为皮皮 为什么要的那么艰辛 说出来了 我终于说出来了 但说出来的那一刻 我的心里 毕竟没有好受一点 毕竟 背后去说别人的隐私 实在是不可取的 此刻周小天完全蒙了 在他心里 他姐姐就是那种朴素保守 为家庭牺牲一切的女人 未成年就跑出去找男朋友 能发生什么事啊 也能想得到 见他这个样子 我到底还是心软了 放低了语气说道 他那个时候还小 难免会被哄骗 不敢告诉家里 找这么个理由 也很正常 你 你胡说 他一把甩开了我的手 红着眼睛瞪着我 仿佛我玷污了他心中的纯洁女神 我又为刚才的心软懊悔了起来 这样的家庭 离了干脆 我又何必 平添这些是非呢 你说的对 我就是胡说 因为你姐总是欺负我 所以我就是故意抹黑她 说完 我扭头上了路边等候多时的车 车里正坐着我最好的闺蜜 闺蜜握了握我的手说道 恭喜你啊 解脱了 是啊 终于解脱了 我以为我会哭 会不舍 却没有想到 心里只有释然 离婚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可逃离自己压抑的环境 一定是值得肯定的 离婚和我的生活 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房子就租在了 单位的附近 每天步行上下班 中午还来得及 给自己做一顿像样的午饭 唯一改变就是 下班以外的时间 都是自己的了 不用再去帮别人跑腿 倒乐得清闲 离婚前 婆家世事都使唤我 我还不能拒绝 如今再没人 让我干这干那 终于可以抽空 把健身安排了起来 练完了瑜伽 浑身舒爽 却在楼底下 碰见了许久未见的周小天 她看起来 消瘦了一些 人也显得有些憔悴 见了我 还是挤出了个 比哭还丑的假笑 想着过去的情分 我还是笑着 朝她寒暄 怎么今天有空过来 她把手里的袋子 提了提 回道 杭州运过来的大螃蟹 想着你爱吃 就给你送过来点 我出生在南部的渔村 是吃海鲜长大的 大学来了武汉 硬是馋的 梦里都在吃海鲜 大扎蟹 周小天 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 对海鲜没有什么感觉 但想着我爱吃 就总是把生活费攒起来 到了十月份 就预定上几只 给我姐姐馋 我们是大一开始恋爱的 熬过了毕业分手继 她出去工作 而我继续读书 后来我考上了公务员 她开了工作室 用行动告诉父母 外加也靠谱 那时候我真的以为 我们会一辈子在一起 而这一切 在结完婚后全变了 我成了他们一家的免费工具 随时接受召唤 还得是任劳任怨 活也干了 也没讨着好 而我唯一的伙伴 稍微维护两句 便立即遭到了大家的谴责 仿佛为了我这个外人 怎么都不该伤了家里人 好 谢谢 我妈给我寄了 下次就不劳你费心了 这话说得生疏 周小天的脸色 一下子就僵住了 挂着的是掩饰不住的受伤 木木 你不 不要这么跟我说话好吗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照理 我该觉得心软 可心中竟积不起一丝波澜了 原来受伤多了 心肠都会变硬 小天 我们已经离婚了 应该各自安好 不应该再打扰对方 严禁于此 或许下次见面 连寒暄都不必了 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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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看着我 眼里带着哀求 嘴里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 我想她大概是真的很难过 木木 我知道是我姐不对 只要你同意复婚 我们就再也不理她们了 再也不理她们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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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最后 她开始嚎啕大哭 像一个被母亲抛弃的孩子 我们相知相恋多年 见她这个样子 心里还是不忍 最后我还是把她带到了公寓 打算与她平静地谈一谈 小天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率先开口道 木木 如果你是因为我姐姐 或者是我爸妈 我们可以 小天 我打断了她的话 这些看似诱人 却根本无法实现的诺言 我实在是不想听 如果他们都健在安好 或许可以做到事而不见 但一旦有点什么挫折 你又怎么可能安心 过自己的生活呢 到时 你毁不当初 我就是那个罪魁祸首 结婚前 我曾忧虑过婆媳关系 心里十分忐忑 小天就提出婚后自己住 这点确实也是做到了 他们家早早的就在附近小区 给他买了套房子 可不是照样是鸡飞狗跳的 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打着骨头还连着筋呢 逃是逃不掉的 以我对她的了解 之所以隔了三个月才来找我 必然是知道她姐的事 这些事情 也是我无意听到 他们母女俩提起的时候 才知道的 可那前婆婆 就这么纵容着女儿 用这个理由 对我们是 遗旨气势 小天是她弟弟 她自然不会太过分 但对着我就可以是 为所欲为 那两年 明里暗里的给我穿小鞋 如今 我是真的懒得提 再说小天 她大概对我 真的是有几分喜欢 可一旦涉及到家人 就显得是微不足道了 就譬如 她姐的这个事情 即使她知道了 也当做是不知道 连个最基本的公道 也不给我 我又何必跟她耗下去呢 想到这里 我的语气又冷了几分 严肃地说道 跟你结婚这两年 你明明知道 我受了多少的委屈 却选择视而不见 因为委屈的不是你 而受益的是你的家人 木木 我 你听我说完 我打断她 继续说道 你就是害怕维护 我伤了他们的心 其实你早就做了 选择和决定 今天就是我们 见的最后一面 以后你再来 我就当看不见了 说完 我头也不回的 就离开了 得知我离婚的消息 朋友们都很吃惊 问我 她是不是出轨了 我摇摇头说 不是 他们又问我 是不是 那里不行 生不了孩子 我还是说不是 于是他们就 非常的疑惑地问我 那是为什么 仿佛 只要一个男人 不出轨能办事 最低 就是块鸡肋 实之无味 弃之可惜 因为嫁给他以后 我觉得自己很廉价 而且变得越来越懂事 懂事得让人心疼 回忆过去的两年 无数次的委屈 无人看见 没人出头 如果我既不够幸运 又不惹人心疼 但至少自己 要还自己个公道 居家过日子 总是受点委屈的啊 朋友们老生常谈 但见我目以成舟 转而又换了说法 恭喜你啊 做了我们 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 谢谢 几年后 我又重新的 走入了一段婚姻 对方比我小五岁 家里三个男孩子 到他这儿 早就不金贵了 他妈得知我的情况 没有太大的反应 只说嫁出去的儿子 泼出去的水 订婚之前 我要求同公婆 同住半年 婆家同意了 我们也就顺理成章的 搬了进去 整个过程 算不上有多美妙 毕竟大家生活习惯不同 但更不习惯的是婆婆 她总是叫嚷着 让我们快些搬出去 大哥大嫂有出息啊 早年间就移民新西兰了 弟弟还在外地独博 怕是也要留在当地工作 唯一就在身边的老公 也不得宠 这种被忽略的感受 简直不要太好 半年后我们结婚了 搬进了我们夫妻 共同买的新房 房子不大 只有78平米 做成粮食一听 我们预备只要一个孩子 生活慢悠悠地往前走 我不再打听前夫的任何消息 但总有直言片语流进了耳朵里 说是她又找了个女朋友 给姐姐搅黄了 现在正跟家里闹呢 不过 这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